好了 講一講安心出人 安心出人昨天有一個特別的消息告訴大家 總共有五個人是因為使用涉嫌虛構 或者是假的安心出人被捕 安心出人本身為什麼會搞到被捕呢? 這個特別要跟大家講講 現在在守住政府建築物的門 為什麼一定要政府建築物呢? 是守住政府建築物的門口 他們某個程度上是有執法權力的 因為那是政府建築物 那不是私人建築物 那私人建築物呢 這一個反而就沒有去看文書 那現在就是那個守住政府建築物的門口 因為那個無論是政府建築物好 無論是街市好 都是政府建築物來的 那守住門口的人就會檢查大家 那個安心出人究竟有沒有用到 那大家要回到他看了 那當他看的時候他才能認識 你的安心出人究竟是真正版本的安心出人 還是說是坊間下載的可能是 《愛心回家》 或者是一些假的安心出人 真正的安心出人上面有一個安心出人標誌的 那好了 如果發現你提出一個 就是說你給他看一個假的安心出人 那問題是來的 因為這個涉緣就是虛假文書 就是使用虛假文書 因為昨天總共五個人被捕 其中三個是政府的一個公務員來的 那他們分別來自庫務處 那就是問題來了 為什麼他們會被拘捕呢 或者為什麼會搞到被拘捕這麼大的事情呢 不是說沒有用安心出人 會罰款五千塊嗎 為什麼要搞到要被捕呢 原因就是 就是你向一些執法人員展示一個虛假文書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是警察來看 或者如果是政府部門人員來看 又或者是政府建築物的保安員來看 如果你展示給他們看一個虛假文書 安心出人本身是政府有要求的 那政府也有apps 如果你是用一個坊間的程式 除非你在道謝法庭有一個很合理的理解 如果不是呢 這個是刑事上的一個虛假文書來的 虛假文書來的 那這個懲罰可以很大 當然了 就不會去到坊間說是十幾年的 但是虛假文書呢 一般的懲罰會比較高的 那就是因為這個是正確的 一個就是誠信的一個犯法 那所以大家呢 要特別注意了 也都特別呢 就是幫大家 譬如子女啊 或者就是 甚至乎呢 就是拿人家查一查 就是現在他在用的 安心出人程式呢 是哪裏下載的 那這個呢 就不怪得用那個人的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就在網上呢 很多 安心出人的類似程式下載的 那就是如果大家呢 想一個保證的安心出人的意思呢 是正版的 你可能用回官方網站 就是用回Google Google的 Google的 Google的App Store 那你就可能呢 會下載一個呢 應該你可以下載一個正版 那保證用正版 那就是你不用 你不present 他反而就不讓你入建中 這個就沒有刑事成份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 騷了一個假的安心出人呢 他可以拘捕 昨天呢 就有五個人被捕啊 不是呢 就是被押罰本 是被捕 簡直是被拘捕 那所以大家呢 這方面一定要看清楚 看清楚 那就要細心些 看一看呢 究竟呢 自己安心出人是否真的 但是無謂 因為這些事呢 而令到自己呢 招惹了一些是非 或者招惹了一些官非 另一方面 那就是坊間有一個研究的 原來現在的版本 安心出人呢 是不需要用呢 就是一個互聯網服務的 那也都呢 不需要呢 是一定要在這個 有互聯網的情況之下呢 使用的 那就是說呢 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呢 你用一部舊的手機 如果你覺得 我怕安心出人呢 他會盗洩到我的手機 這個怕呢 就不是一個呢 就是煽動來的 本身呢 任何一個apps呢 都可以安裝很多無碼程式呢 就是進去我們的電話裡的 那如果我們就覺得 在這方面呢 我們很多私人呢 不想呢 就是被任何一些 懷疑的程式記錄呢 你可以用一個坊間 買一個 舊的Android電話 那就是 或者舊的電話了 那把它呢 就是安裝 安心出人 那但是呢 就不需要呢 插電話卡 就是不需要插那種SIM卡 也不需要給它 信號給它 就是不需要給它 那它一樣可以記錄你的 你的安心出人的 那至於文匯部的話呢 如果這樣做呢 其實呢 就是 可能呢 就是乾犯了呢 現在呢 政府的緊急條例 我看就不會了 那現在政府的緊急條例 只是說人要用安心出人而已 就是它根本呢 法例都沒有解釋 安心出人的用途 那就是 用安心出人本身 就是說 記錄了你 去過那個位置 幫助你記憶呢 就是你那個位置呢 你曾經呢 就是到過 那就只要大家 用那個手機電話 對回安心出人 它一樣可以 在這個手機電話上面呢 是記錄了你跟著 曾經出現過那個行蹤的 那到時 如果政府有公佈 說哪裏呢 是強制 那你都可以自己查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方法呢 就是令到大家安心一點去寫安心出人 那我暫時看到這個方法是沒有 沒有啊 絕對呢 是沒有犯法的 就是完全沒有干犯任何法例 就是干犯法例上面的任何精神的 這個也是重要的 這個問題就是科政 什麼科政呢 林鄭月娥呢 或者聶德權 或者是相關政府官員呢 他做決定之前呢 他完全沒有想到效果 就是說呢 他沒有想到呢 是要在街市掃安心出人呢 可以影響有多大 結果昨天呢 就出現了 很簡單的 這個是自然的想法 第一個要排隊掃安心出人 給人檢查才進去 那對很多人來說呢 他覺得煩不想做就不進去 那這個政府也是對的 政府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喜歡進去就不要進去 你進去就要掃 好了 跟著呢 那就可能要那些街市的菜販呢 就拿一些送出來給他們 也都可能呢 那些街市的外面呢 都有一些就是小販的 那就可能光顧小販都沒有進去街市裡面 那所以令到街市的商販呢 那生意額大跌暴跌了 這個民建聯去了哪裡呢 但是民建聯港呢 就真正為香港的嘛 他說香港變革的嘛 現在香港變革的了 林鄭月娥是不斷地做了一些 就是我個人覺得呢 是完全沒有深思熟慮的一些行政措施 或者一些政策 他為了通關 為了通關而已 現在他說 那就是甚至連香港人呢 在街市買菜呢 都要受影響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呢 是不是大陸通關 是有一些這麼細節的要求呢 他動一下就說大陸要求 會不會這個是污辱了大陸的明星呢 會不會這個呢 其實就是把北京的明星破壞呢 北京是不是真的有這樣說呢 是不是要大家 在街市買菜都要送阿森出人呢 這個這麼繞密 基本上可以去到苛震的措施呢 是不是真的會對外來輸入 或者對本土感染呢 是出現一個有炒的作用呢 我看不到它是真的有效的 事實上香港現在是幾十多人 沒有本土感染的 沒有本土感染之下 你不斷要增強在本土的抗疫 尤其是本土一些 預防性的抗疫措施 包括安心出行 又或者要人檢測 不斷檢測 每天檢測或一天檢測 這些其實你覺不覺得擾民的呢 每天檢測說一次是二百四元的 一個月是說一萬多元做檢測費的 那你給還是你給還是人給呢 就是說市民給呢 林鄭月娥有沒有想清楚呢 這些措施 其實會不會覺得 就是香港政府 我們要繼續容許香港政府 這樣去叫行政主導 香港立法會議員 完全就是監管不了政府 甚至他永遠都是和意 不斷拍手掌 永遠禁贊成制 這個會不會令到香港社會 繼續沉淪下去呢 令到大家的生活 是無論你想不想碰政治呢 你都會受到影響呢 這個值得三十 現在連家庭主婦 連印傭和愛傭都受到影響 他們沒有任何的情況 他們很乖的 他們只是希望照顧好家 希望照顧好家的健康 他們都沒有循規道舉 戴足口罩 他們有什麽風險 有什麽街市的時候 是會感染的 之前袁國雄說了很多次 如果在室內場所風險大的 就開大些抽風系統 令到空氣流通大些 空氣流通大些 就接近戶外的水平 那你就不需要再想 搞這些搞路了 戶外甚至脫口罩也可以 在街市的人 全都戴著口罩的 沒有脫口罩的 那麼風險已經相對小了 如果再開大些空氣流通 那就解決問題了 那你為什麽都要人數安心出人呢 究竟有沒有用的呢 掃完之後 是不是效果會很美滿呢 掃完之後現在掃了 是不是可能可以通關呢 是不是大陸叫你 叫林鄭月娥你 要人數你就要人數呢 這個呢 就很值得詫異的 那林鄭月娥其實應該出來 講清楚給大家聽 或者聶德權或者陳肇始 究竟香港政府在想通關這個歷程裏面 香港政府認為自己還有什麽要做 或者呢 它需不需要呢 告訴市民聽 我們有什麽要配合 而呢 大家會不會雜思講益 究竟談一談呢 是不是有些好一點的方案 是不是有些少一些擾民 少一些影響人民 或者少一些磕症的情況呢 現在呢 你每次要人數安心出人 除了迫了包括我呢 都要安裝了安心出人之外 那還有呢 就是令到每一個人都覺得很煩 太太買菜呢 通常呢就要拿著很多東西 或者牽著車 他還沒時間呢 就再拿個電話出來呢 就是要數安心出人的 數安心出人本身 就會令到一隻呢 可能沾滿了一些食品的手呢 是觸碰到自己的手提電話裡 那手提電話呢 結果那個面頭 那個菌網呢 可能比正常重要呢 就是更加嚴重 這樣其實會不會反而影響到呢 那個主婦的健康呢 其實叫他去街市 是不是真的要數安心出人呢 這樣影響到相反又怎麼算呢 或者那些無家可歸者 他根本就沒有電話卡 他根本申請不到電話卡 現在就沒有地址 那有些人呢 無家可歸的呢 不是在講一份屆 他是需要體育管 去政府的設施去洗澡 你跟著如果他沒得數安心出人 你又不讓他入 究竟政府有沒有想清楚呢 即是說你是喜歡行一個政策你就行 或者喜歡行一個措施就行 你行的措施就行 好像你沒有責任 去想清楚怎樣去影響到市民 沒有想清楚呢 市民怎樣受罪 那這個呢 政府其實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好呢 或者立法會議員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立法會議員呢 甚至一個是懂得監察政府的呢